我觉得演员特别需要一个东西 就是不管是信仰也好 还是说你找到一个 就是你完全可以填补自己生命 空白的爱好也好 但我一直没有找到 就像我现在就比如说我 我会总休息 但我休息除了旅游之外 我也没有其他的事情 完全可以让我 每天可以过得特别充足 我觉得不是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接触的太重要了 艺人接触的真的非常片面 我就是这么觉得 当时我那两天没拍戏 我就不想当演员了 我觉得我被锁死了 我觉得我被一个东西禁锢了 我不想干了 我为什么要被这个禁锢 后来我为什么两天拍戏了 是因为我发现我是被自己禁锢了 其实你永远能看到非常多的东西 那是我人生必须经历的两天 我特别感谢那两天 我以啥也没干 我有了孩子 我有了家庭 我什么也挺好的 这来叫啥也没干 但你们觉得 更难得 听到我们这种生活 因为很多人就会觉得 我们这种生活是 不错 非常好 是吧 但是其实我们是非常不自由的 但不会 我觉得我生活都很普通 我没工作的时候 我一样会跟朋友出去 想玩 想玩 想 你小凯很自由的其实 就是有人跟就有人跟 我其实我对于那些人 我是已经从最开始特别无语 到后来特别生气 到现在 理解 不理解 我一直不理解 最过分的一次 就是 那个时候 在北京当时住的宿舍门口 那个楼道 起码有三十个人聚集在那儿 拿手机放在门口录音 而且那个门还不搁音 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件事情 然后送外卖的 过来之后 他们把外卖说 这是我的外卖 拿了之后把他小票 揣到兜里 把那个电话帮接下来 然后他跟我送过来 你知道那个 偷那个猫眼偷 看到一个女长头发太吓人了 然后一开门 一开门马上就跑 那个时候真的是气死了 这个节目算开心的吗 这个节目算开心的 讲实话我内心 从小就特别叛逆 但你或是会上你还是 还是会稍微受一点点 你不是你跟董子剑 你们两个的童年龄段相比 你们两个其实 我没有童年 我一岁的时候 从羊带上掉下去 十二岁才落地 这是一个凡尔赛的梗 就说明家楼特别高 一岁掉下去 十二岁才是落地 因为我真的是工作 真正的工作 跟生活分得特别开的 我基本上很少很少 去交这个群子的朋友 我很少去交 不管因为工作上 因为比如说一个晚会回来 他们要聚会什么的 我从来不去的 我一定会回到 我属于我自己的地方 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 我就会客观地认为 就是排斥 这个不是属于我生活的地方 我能够能够去聊 真的是去聊天谈心 或者说真的出去玩的朋友 很少很少 小凯小凯都不见我 很少 什么玩意 你说 那我们节目是生活还是工作 生活 生活 太好了 我都非常开心 那你知道我最早 为什么想来这个节目吗 就是因为我特别想 特别想自在地去干一件事 我的原因也很简单 我就跟你们俩一块出去玩 就我觉得我们节目还是想让我们更自由地去表达 比如说大川来了 我们很可以很自由地去表达 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对小凯来说 对浩然来说可能都一样 对我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就觉得今天所有人说的是什么 就是说我们自己那些想法 其实对别人是无效的 对对 对吧 其实本来就应该无效 我们只是发泄 我们只是说我们什么样的人 互相倾诉 但互相倾诉也很重要 但互相倾诉真的非常重要 很很重要 而且你愿意和那个人去说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 就有四年两年三年都在工作 就是这个特别难得 尤其又结婚了又什么的 父母又老了 就是你 你要分散很多很多很多经历 但有这么一个东西 我觉得我回去都会自己 什么都会觉得 舒畅 哎老板 幸福幸福 你明天明天去吗 没礼啊 其实纯的金山 就是也是难得一遇的 但是如果山顶上 那飘着一丝云 哇那也是漂亮 那好漂亮 我们算是有云的之处 哎这要不看 金大川多待一天吧 我会回来的 歇了吧 休息 休息 完美安宁 完美安宁 这比不是好吧 比我们的小点 我睡下铺 感觉还是蛮舒服的 阿娜 真算是 他想摇一枕 都会在这儿 我做点 比我对 还知道 你爸爸 你妈妈咋奋了 你妈妈咋了 我妈妈咋了 这去手 那边 你妈妈咋了 我 下方没问题 毛里面 毛里面 这个东球在哪 怎么样啊 你先要猴子你 小肥要放棄了 放棄放棄放棄 后来就放棄 后来就演讲好了 明天知道你这送我还是怎么做 我送你 是吗 我真不想送你 清醒又不挺小的 清早起来 慢慢的正能量 后面日出要出来了 要不然去没理由 走呗 多酷啊 把他俩搁在这 对啊 这个到了 还舍不得走 舍不得走 我都给你往前停一点 能多走一会儿路 那必用 别哭啊 离别的时刻 拜拜 有不好 祝你一路平安 拜拜 都够了 差鞋子 拜拜 一路平安 拜拜 拜拜 明天绝对日照金山 小董 小董 今天好多云 别紧张啊 但是云完全挡死了 不可能 这么后一片云不可能散 不会 不会